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连着新的方向出发 其实就这么简单 遇到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我心态有点疯 我现在加不了油 没有餐馆 在线等求助怎么办 未知的旅程 就像开盲盒一般 总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在等着我 但这些也终是最美好的回忆 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所以说当你去面对自然之后 你再回归自己的一个生活 你会发现很多事情 其实是心大事则小 心小事则大 在登山的过程中 其实是不断地去自我发掘 算是一个自省的一个过程 当自己面对自己 就是最脆弱的这个意志力的时候 人往往是选择放弃 或者是选择一些捷径 登山可以让我历练一个生活的方式 就是不要走捷径 我们就是要去发现自我 发现自然 所以清光上阵 让自己开心 在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有很多的心里面的一些负面情绪 可能都来自于过多的这种群居生活 所以说自己一定要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来到户外独处 你话说的少 你自然心里面想的事情就更透彻 更明确 所以我经常会给自己一个这样子的方式 去净化一下自己的思绪 当我再次回到朋友身边 或者家人身边的时候 把这一份正能量带给身边的人 出发的意义不在于终点 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 随心而行 自然会有答案 你准备好出发了吗 不是 我真的要把这个事情说一下 因为这个太那个什么了 其实我现在徒步这么长时间 就会发现很多景区里一些 这种很自然的环境下 有很多的一些人为的装饰 最好的自然 就是自然本身的样子 应该是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跟重视 在这里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